彰化区渔会在陆港举行乌鱼子评鉴比赛 邀请到了台湾美食筹备委员会来当评审 评选出品质好的乌鱼子 叫做台湾十大优质乌鱼子的殊荣 除了紧张的评选比赛 现场也展示了乌鱼子料理 让大家了解到乌鱼子的各种料理吃法 用高粮酒点火来烘焙乌鱼子 然后切成小块 透过灯光下看乌鱼子的色泽 再闻闻香味以及品尝口感 这些是乌鱼子评鉴的方式 右面看看它的外观结构怎么样 一看看它的质量 它的品质怎么样 第三方面就介绍它的品味 它的口感怎么样 我们从这个上面来作为评审 一个依据是这样 一般常见的乌鱼子品尝方式 就是切成薄薄的一片直接品尝 但主办单位为了增加乌鱼子料理的多样性 将乌鱼子做成乌鱼子寿司 乌鱼子蛋饼皮 乌鱼子炒饭等等 让民众品尝当即乌鱼子的滋味 年节将近乌鱼子里核鱼子 也是抢手的伴手礼 这个包装我们结合我们的地方 包括我们那个马祖神像 还有海洋的造型 还用木盒来做包装 所以说看起来更精美更高档 这是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六港鱼子的富军做成乌鱼 在近几年里面平壁 那个粉塑中非常高 春过年我们还拿到第一名的头衔 余晖表示 今年受到生产成本的影响 乌鱼子价格为伏调长 希望民众买气不受影响 新唐亚台电视 叶喜红 陈映珍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